从狼牙榜中的谢玉到开端中的张警官 刘亦军花了几十年才等来他的时代 1970年刘亦军出生在陕西西安 从小生活在西安电影场旁边的刘亦军 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7岁那年刘亦军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正式开启了演艺事业 长相出众 专业能力过硬的刘亦军 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拍戏的机会 当他的同学都还无人问津的时候 刘亦军就已经开始进主拍戏了 当年刘亦军被选为女贼的男一号 为了这部戏刘亦军花了很多心思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女贼最后由于题材问题没有过时 所以未能上映 但意气风发的刘亦军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而他当时的同学也都认为 他会是他们那一届里第一个活起来的 就这样刘亦军很快迎来了他的第二个机会 那一年白晨导演要拍摄洛杉丰 女主定的是当时风头正盛的大宋家 一半运气一半实力 刘亦军入了白晨导演的眼 得以担任洛杉丰的男主一角 可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刘亦军会凭借着这部剧一炮成名的时候 他却突然被踢出了剧组 有人说是刘亦军拒绝了向他示好的大宋家 大宋家恼羞成怒动用关系将他踢出了剧组 还有人说刘亦军在拍戏的时候 试图指导前辈大宋家怎么演戏 得罪了他 但这两种说法都只是网友们的猜测罢了 心怀演员孟成功考入北电 被踢出剧组演艺事业停滞 刘亦军的演艺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被踢出洛杉丰剧组后 在接下来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都无戏可拍 刘亦军回到了西安老家 被分配到西营演员剧团 而他在那里的工作不是上台演戏 而是负责抄写工资条 不过刘亦军并没有就这样浑浑饿了下去 他抓紧了一切的时间学习 从一个小小的抄写工成为了一名编导 那几年刘亦军也编导了好几部短剧 还获得过全国星光杯二等奖 但刘亦军还是渴望当一名演员 思虑再三他决定再次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涯 曾经有老师预言过刘亦军必定大器晚成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26岁的刘亦军没有了十几岁时的义气 没有后台没有代表作 年龄上也不占优势 只能演一些不出彩的小角色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主演 也没有惊起什么水花 可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终于在刘亦军45岁这一年 他等到了属于他的机会 刘亦军得以在微波鲜火的谍战片伪装者里 饰演了一个叫王天峰的角色 这个角色并不好演 他性格偏激 心狠手辣 这样一个角色如果把握不好度 就很容易惹来骂名 而刘亦军将这个角色诠释得很好 17岁考入北电45岁才等来属于他的机会 刘亦军看似极机无名 碌碌无为的那些年 其实都是在磨练自己的演技 他只是缺少一个可以证明他自己的机会 这之后刘亦军的戏约多了很多 狼牙榜 远大前程 扶摇 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而他在开端里饰演的张警官一角 让他获得了不少关注 甚至还出现了黑料 在央视跨年晚会节目现场 刘亦军被质疑摸了小鲜肉的手 但刘亦军摸的那个小鲜肉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亲生儿子刘亦彤 于是有不少被刘亦军迷倒的网友 涌到刘亦彤的社交账号下面 纷纷表示自己要做他的后妈 不过刘亦彤回应自己已经有后妈了 言语之间既亲密又带着一丝袒护之意 在刘亦军碌碌无名的那些年 他的前妻忍受不了选择了离开 后来刘亦军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而刘亦军也曾多次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很感谢现在的妻子 两人结婚十多年感情一直很好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如今的刘亦军不仅应了那句预言大气晚成 而且家庭也幸福美满 人有骨 戏有魂 所谓的大气晚成 不过是刘亦军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对每一个角色的认真打磨 这才有了53岁的大气晚成